故意去助长一些假的所谓反对派 表面上我们节目也请了一些 国民党的一些老小政客 问题是这些蓝营的老小政客 他们在关键的问题上 其实和民进党是一样的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9月中旬马上就指郭台铭作为独立参选者 要先去登记成为被联署人 然后开始展开联署作业的时候了 因为台湾的法律规定 如果你没有一个大党来给你提名推荐 那么你要来参选所谓的总统 也就是台湾的最高领导人 你还得先去联署 至少要搜集到近30万份的联署书 在4年前当时新党 那个时候也说要推出所谓的杨世光来参选 但是新党在当时就已经没有了 提名所谓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了 所以杨世光等于也是要独立参选 那个时候我们帮他去搞 搞这些联署书要凑齐所谓30万 那是难上加难 因为这个联署书的规定 不只是签个名而已 还得要附上你的身份证的复印件 你想想看 有多少人愿意在那里copy半天 还要把它列印出来 复印出来 然后把身份证交给你 所以我们来看 在今天一个消息出来了 那就是王建勋 他也说他放弃了 他宣布退选 就在郭台铭即将开始联署之前 王建勋宣布了退选 那么王建勋是何许人也 有些朋友可能有注意到这个消息 在今年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 当时王建勋宣布 他要来参选2024年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那么王建勋呢 他过去是新党的创始人之一 在90年代当时王建勋有一个绰号 叫做小钢炮 因为他曾经杠上李登辉 那个时候王建勋作为台湾当局的财政部的部长 他坚持说土地增值税 要按照实价来收这个税 也就是要来打击那些炒地皮的那些大地主 不希望土地被拿来作为 是来炒作所谓赚取暴力的工具 所以王建勋是一个 照顾小市民认为要符合社会公平正义 这样的一个非常连结 而且杰出优秀的公务员 过去做到了台湾当局的财政部部长 那么李登辉当时为了来护这些台湾的产条 也就是这些地主 这些拥有大片地皮的 这些台湾当地大地主的利益 所以当时就是施压王建勋 要王建勋自己辞职下台 那么王建勋也很有骨气 很有风骨 他后来和李登辉就分道扬镳 也退出了国民党 后来和郁慕明等人成立了新党 在1993年 那么这一回王建勋 他一度他出来 说他也要来参选 那为什么呢 因为王建勋说他要来宣扬个理念 叫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才是台湾应该走的道路 王建勋认为说啊 这个大家应该要面对现实 那就是呢 台湾未来啊 能够最高程度的维持现状 能够呢建立起一个符合台湾的 一个和大陆不同的政治经验 而拥有的体制 就是在一国两制之下得到保障 王建勋呢 也等于说非常大胆的 他直接说未来一国两制了 两岸呢就不再存在所谓的政府之争了 所以呢台湾就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特别行政区 这个在台湾呢 一个完全是拒绝统一的政治氛围底下 可以说呢是讲得非常白了 所以过去呢就有很多网友呢 一直问我说 哎呀看到台湾现在又是赖清德 然后什么侯友义郭台铭柯文哲 为什么你们统派都没有人要出来参选 台湾的这个领导人大卫呢 其实有一度呢就是王建勋 他已经八十几岁 他宣布呢他要参选 但是如今王建勋宣布他要退选了 他的理由说啊 第一要去搞这个三十万份联署书啊 真的是非常困难 而且呢早跑就是呢你提早来搜集还不行哦 一定要九月中登记成归被联署人之后才能开始 而且十一月就得交出来 那么如果说你联署书交不出 那么呢你要先付的这个一百万台币的这个所谓保证金呢 也拿不回来了 所以你既要呢付保证金 还要能够联署书这么多是劳民伤财的一件事 那么再者王建勋他非常无奈的承认 他说在台湾啊将和平统一没有票啊 这个王建勋讲了这句话 那么其实我们说啊 在上一回台湾的这个所谓领导人大选当中 出现过有人就高举统一来参选的 有没有 有 最近一次呢是公元两千年 当时是李敖 那个时候李敖他不需要像现在的王建勋 还要去辛辛苦苦的联署 因为当时呢推荐提名李敖的新党 在那个时候呢还是呢 这个虽然已经开始萎缩 但是呢仍然还有余温存在 那么距离两千年之前的这个四年 也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呢 当时这个新党在立委选举里头 还拥有着全台湾地区超过5%的得票率 所以台湾法律规定 如果呢你在近四年内 你曾经拥有过5%的得票率 那你这个党就有这个资格 可以直接提名人来参选 所谓总统 也就是领导人的这个大选 所以当时的新党还有这个资格 那么那个时候新党呢就提名了李敖 我记得那个时候两千年呢 刚好是我小学刚毕业 那么呢刚刚上国中 也就是在大陆叫做所谓的初衷 那个时候李敖还出了一本书 叫做呢洗你的脑掐你脖子 然后呢这个副标题就是李敖参选啊 这个台湾领导人大选的这个白皮书 那么整本书就告诉你 其实一国两制才是对台湾最有利的 而且可以用一国两制呢 来和大陆所谓就是讨价还价 要到对台湾最有保障的条件 所以当时呢我等于是第一次认识到 什么叫一国两制 因为在台湾的主流媒体里头 不会有任何讨论一国两制的空间 也不会有任何人很清楚的告诉你 究竟什么是一国两制 只有李敖当时就讲的很明白 一国两制原本是邓小平 为蒋经国量身定做的一套 等于啊可以是呢给台湾 无限宽广谈谈空间的一个统一的方案 所以那个年代呢还有李敖 可以在台湾的大选的舞台去宣扬一国两制 可是如今呢王建轩他也志在啊 这个非当选只是希望通过参选来宣扬理念 但都做不到了 因为如今的新党已经也没有直接来提名 领导人候选人的这个资格 并且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过去这20年 台湾社会快速的毒化 所以呢标榜统一 有着浓厚中国认同色彩的新党呢 快速的凋零 甚至呢在近几年呢还爆发了新党内部所谓选举派 以及以我作为代表的理念派的一个不同的这个看法 这个选举派就认为说 现在呢为了在选举现实当中要能够苟活 所以新党也要淡化某种对统一的诉求和色彩 但是呢我是完全反对这种讲法的 因为我认为呀小党的存在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理念 现在啊王建轩窥探啊 说谈统一没有票 甚至呢连要宣传都没有这个空间 我想我非常能够体会啊 这个王建轩他的感受啊 因为当年李敖 他能够呢标榜 能够高举统一出来参选 一个呢靠的是他个人的人格特质 他学是渊博 包括呢民进党都得要卖他的这个老脸 因为过去李敖也曾经是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的政治犯 那么再者那个年代呢 所谓的蓝莹还普遍有着一个大中国的情怀 或者有中国的一个基本的认同 而就算是独派 你比如说像施明德这些老独派 他们其实也有非常浓厚的理想色彩 也愿意呢和你进行所谓路线的辩论 所以90年代到2000年左右的台湾 当时还真的叫做众生喧哗 各派呢大家都进行激烈的辩论 可以说非常的热闹 可是如今呢台湾的所谓政治 已经一切呢潜谍化 网红化了 所谓啊只要网红 你花多点钱 买通几个网红啊 给你造造事 造造神 你的声量就会立即起来 你只要啊用钱就能买通媒体 讨论的话题呢大概一天两天就换下一个话题 一切都是潜谍没有人再跟你去谈什么深入的台湾前途的大辩论了 所以台湾呢还真的啊没了所谓统独争议了 因为有的呢就是呢反正啊都是一路或都是美国操控的各种啊庸俗 然后媚俗型的政客 所以你会觉得呢越选越无聊 搞得呢很像是啊这个俗不可耐的肥皂剧 那么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 我过去呢这十多年来啊作为统派的工作者 在什么时候我们终于一度冒出了头 我们这些统派的啊这个政治主张 能够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呢 恰恰就是在2014年 当时台独搞所谓太阳花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啊国民党集体竞争 所以呢国民党够烂 烂到啊这个完全不敢和台独辩论 那么台湾的这些政论节目呢 总要做一个表面的中立啊 所以呢才请我们上台 也就是因为国民党不敢去和台独辩 所以才轮到我们呢 去坐上那个各大政论节目的那个位置 那么后来民进党呢为了要打压我们 所以呢一开始呢就用丑化的 用妖魔化的派网军各种各样的啊 来嘲笑嘲弄我 到后来呢甚至祭出了法律的武器 也就是用所谓的国安法来起诉我 那么害我呢过去四年多都被限制出境 差点的被抓到牢笼里头去了 那么如今呢最厉害的一步就是 我打压你打压不了 找你的黑资料也找不到 那么呢要用法律整理 最后呢我们呢拼到了无罪 那怎么办呢 干脆来一个让你射死 也就是让你社会人格死亡干脆啊边缘化你 不报道你也不再打压你也不再跟你辩论了 媒体都不理你 那么呢你就等于啊变成啊好像没有了影响力 所以有些不明就里的大陆网友呢 不为我们啊来这个加油鼓舞 甚至呢还跟着嘲笑说你看啦 哎呀他们那些统派没有影响力了 事实上过去我和邱毅教授我和黄志贤女士啊志贤姐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结论 那就是呢恰恰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产生了影响力了 在台湾社会竟然有这样的一个空子 让我们统派冒出了头 所以才要赶快把我们打下去啊 那么打的方法呢除了刚刚我们讲的啊整肃啦司法的打压起诉以外 还有一招就是呢故意呢去助长一些啊假的所谓在野党假的所谓反对派 什么意思呢就是哎表面上我们节目也请了一些国民党的一些啊这个老小政客啊 哎他们不是国民党吗也是蓝营啊所以我们蓝绿也平衡了 问题是这些蓝营的老小政客他们在关键的问题上其实和民进党是一样的都是清美的 都是反共的都是巨统的甚至你看到像是侯友宜的幕僚柯志恩上蓝营的媒体中天还告诉你说台湾的克刚不叫做台独克刚 所以这些呢都是啊黄志贤女士呢过去也曾经批判过的就是养了很多表面的反对派 实际上呢和民进党是一路祸但是这些反对派就抢走了我们的话语权 那么最后我可以说啊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王建轩呢他说他也不再要来争取所谓的联署了 因为他说啊如果联署啊要么呢都没有起任何风浪 要么如果联署真的热闹了那么最后呢有一个啊这个两趴三趴 那么不得了了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哎最后呢这个蓝绿的差距可能就在两趴三趴呀 那如果说最后这两趴三趴影响了这个蓝营呢要胜过民进党的机会 王建轩说啊他会被骂啊会说他是轻骨罪人啊会说呢他来分裂蓝营啊 其实我是觉得也没那么严重了你说现在呢这个非绿阵营都已经分裂成好几派了 蓝绿之间会差距到只有三趴或者只有五趴吗 我是画上大大的问号并且啊说实在的 只要呢这个美国继续呢来走所谓围堵中国的道路 那么台湾呢不管谁上台大概这个兵役都不敢缩短回去了 大概呢这个台独克纲也不敢改了 所以呢讲难听一点呢有的时候你不把这个问题让它白热化 会不会其实只是在延缓帮助美国有这个所谓能够祭出更多缓兵之计 麻痹中国斗争意志的这个时间和这个机会呢 所以究竟谁当选谁下台到底怎样叫做好怎样叫做坏 究竟大局势如何说实在也很难说 不过不管怎么样王建轩他敢于出来要来宣扬这个一国两制的理念 包括呢在过去1998年当时王建轩呢还是如日中天的 他原本呢也是要代表新党参选那一次的台北市长选举 那么他也问过当时马英九的意见 就马英九说他绝对不会出来选台北市长 就到了最后一刻呢马英九又说他要选台北市长 那王建轩做到了为了成全马英九 当时他形象也很好 所以王建轩呢最后选到一半 宣布呢大家都不要挺我改去投给马英九 最后成全了马英九在1998年下架了当时的陈水扁市长 马英九呢当选 从此呢马英九呢开启了他八年的台北市长之路 以及后来选上台湾的领导人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王建轩真的是一个大公无私 非常连结几乎呢找不到任何缺点 有人称他叫做王胜仁的人 现在八十几岁了 他一度宣布参选 当然不是为了真的当选 而是为了宣扬理念 而如今他承认在台湾社会 没有任何可以宣扬和平统一的空间 这究竟是福是祸 我想最终也只能交给历史去判定